不好意思,我現在在影片下旁邊 現在我跟各位講到說 我現在要做的精密創業化行程這個東西 其實一個比我看起來的東西應該看起來不會太老 雖然有的是我認識,但我相信我應該還差很差的遠 那就是說以一個年紀來想做精密創業其實是一個是蠻有交代性的東西 那我們做的東西的話是說 我們看到我是一個很有趣的市場就是做了什麼東西 比較過亞洲去的一些各部分市場 包括日本、韓國、大陸、台湾的部分 最後我們找到一個很有趣的力氣就是 精品它本身首先要了解奢華 奢華代表的東西是什麼? 奢華分成舊奢華跟新奢華 舊奢華的話它是一些豪華的一些所謂炫耀性的產品 我們買了一些東西買到豪華 買到豪華還很好色 怎麼還很好 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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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感覺 其實我們現在這一代 舊奢華的概念其實是精始於 就是在詹汪福克朝那一代 精始於那一代 到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剛剛講話到我們是一種屬於新奢華的概念 新奢華的概念是說 我們這些奢華的東西 他們的重點並不是在進行炫耀 而是到這個家族 我們只會走一種比較內斂的 我們差不多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是說我們是一種好的體質 我們是要過一種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過得 應該過得更好的生活 這是屬於自己一種 對未來對自己更好生活的一種衝擊跟理想 請責 因此我們現在 在這樣的一個理念 在這樣的新奢華的概念下面的話 在精品行業的話 我覺得說 就是與其走過去的一種 也有繼續走過去的模式 比如說在精品就是 甚至有一些屬於比較高的一些人在那裡 我們希望做到按照對版的大準化 大準化部分的話 價格就是很大的重點 價格就是一個比較重點的話 就是說我們通過一些商業模式的創新 跟一些特地的工業廠的工作 這部分就是比較 有點商業極力 總而研製 結果就是現在現在會看到 這些組品廠的這些包型的款式 或者包括說我們看一些 像是這個 華達的這些產品 那像是說華達的產品 假設說它是一個 大概是 再來一種會價是三萬二的話 那我們 可以連到消費者價格大概是到 兩萬二左右 正式更低 那其實這中間落差就是有這樣大的落差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讓更多的 更多的可以消費的其他 他們希望中的一個獲得生活 所以可以去獲得他們希望中獲得獲得東西 那這個東西也去參考到就是那個日本概念 其實宣假說華達的 新品的銷售的話 最大的市場是在日本 為什麼在日本 因為最重要的重點就是人的收入高 那收入高的話 就照著像什麼樣的情況 就說假設說我們假設 一樣是哪一個LV的評鑑 那在台灣的話 你可能是存了兩三個月錢 不是不可存了兩三個月錢 那說明天想想買一個新的 我非常高興 然後突然想到了我明天可以翻吃 所以我現在好像非常尷尬 那在日本的話 然後他們說比較高興的話 那就是說 他們可能只要把他們一個月的薪水 一半 他們都可以買到一個不錯的 一樣是一個正門的理件 然後讓他們去獲得 他們希望所獲得的那種感覺 那種比較不一樣的那種數字 不特的感覺 就是說在收入商品的話 因為這樣的情況 像一直拿那個 日本稱為了那個精品質理件的最大市場 那意思呢我們說 在亞洲市 亞洲國家要去提倡 這個廠商品的話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的價格的降低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相信我們能找到一個 很值得開發的潛力市場 然後當然我們講一件精品包 這些東西的話 並不是只有母性會用 但最近有個出產的 很多有錢 為什麼有錢人都用廠商品獎 他最近也講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今天你用的才能提借的價錢 乘以200塊 那就是你未來的收入 所以你看看你提借 我沒有提借我包啊 這一樣 這看起來只有300塊而已 這算不小心喔 這算不小心喔 其實它有它的邏輯存在 那最後一個商討一下 那就是說 包括說我們 有些人 包括有些人在爽 或者說 有些人在一個 有些人在自己的 情報相關 一些市場的一些提借 喔 那個是 有提借 新的還沒玩 一個很久 一個很久 還好 不好意思拿出來 兩邊幹什麼很尷尬 然後就是 一個是讓人提借跟服飾 就是讓你在上場上 其實可以獲得更多的討判權 而且是在騎士上面 會挑而定的這樣子 那這次我們其他推的大多數 這都會送我們新的一些新品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 一個 一個新的品牌 一個品牌是那個 叫做 我們這邊看 各位看一下它的狂狂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 肢體 肢體的話是說 它是 各位看到的是說 它是一種那個 克什米爾的樣子 跟它的師組製成的 那這個產品 它現在在包啊 包括紐約 包括 日本的東西 包括在巴黎 包括義大利 的話 都有在自己販售 然後 它是一個 新台灣的品牌 然後我們現在是協數到 就是說 結果他們到 航林的亞洲總代理 那新的航林 或許 可以貼下來 台灣的總代理 或者是東南亞總代理 到時候 這個 這個 我不帶走了 我們來看看 要怎麼刮這裡 好了 然後這個東西它在 韓國跟日本 其實美國化的銷售 其實都非常的智能 因為包括 有許多一些名的 都是不斷在使用 這些產品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說它究竟 你們才會長到 一定的負擔 這樣子 包括看到一些 韓星 其實現在大多數一線的 韓國藝人 基於我手上都有意料 然後包括在美國的話 包括像是 尤其好愛女 好愛女 去新鮮的怪女 在談她的 她老婆那個 手藝嘛 但上次在 之前在初天公開場的時候 他都會有 然後 是狗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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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下來的 推動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 見證的就是 在首相處都是 乖乖乖相當大 所以都是他們的 一個愛用者 現在就是說 是誰啊 我都不知道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走的方式 是說 我們接下來的話 是我們跟她的藝人 那些藝工事有做 那接下來的話 在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台北的話 會寫成立專櫃 成立專櫃的話 那是你們另外 還有其他部分的夥伴 做成立專櫃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在那個 藝人的話 那各位一線藝人 可能到時候看到手上 都會有一條 口號可能 因為 我說可能的話 到五月天堂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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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話 是剛進來台灣 那我們現在的話 然後又再整齊一些 說 對我們一線有做的 雙藝工法 或者是 我們現在的金銷廠 對這個大市場 非常的有興趣 那這個 可以跟大家來講一下 他們價格 其實它是屬於 一來一支點的產品的部分 像 一條手電的價格 大概在 500塊台幣到 我們7800塊台幣左右 還好 還好 對它是算還好價格 我覺得還好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社會 他就 手電的金銷廢 不會 有戒指一個人在 那他的定位是這樣子 那 然後 包括他用 他的用料材質 然後這樣的話 就是說 包括我現在 現在在 像韓國 韓國的話 韓國一定 一個月銷量大概是 你基礎的話 大概在一個半 美國的話 一個月大概 一個月六七萬 一條 一條 百塊 那也沒什麼 一個月六七萬 一條 五百塊 可是為什麼 美國那麼大 才六萬多 然後韓國這麼小 一萬七十萬 他這個品牌到台灣 這個品牌在韓國 還是從 從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韓國這麼小 就一萬多 然後美國這麼大 才六萬 其實他的市場還是 就是慢慢過大 那其實 我現在講是 第一個屬於比較 嚴重皮膚的數字 那其他 因為我跟我講 不太極竭的數字 因為我怕 轉錯 其實是想說 我的那一台問題 其實 銷量部分 是一個 銷量部分 是一個 但我至少 只想是這樣 那是說 現在都在 實際上 就是 其實我覺得 還要靠他的賺錢 還要好好賺 都有興趣的話 就是 對 我們 沒有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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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